哈喽哈喽,我是米粒儿呀 大熊的脑瓜是不是娃特了 一个小睡晚起的懒蛋 竟然起大早做起了电车司机 还为小伙伴们专门搞了个通往学校的专线铁路 小夫家又添心宠 简直就是电影照进现实 缩小版的铁路模型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得不到的永远在消动 大熊鸡蛋里挑骨头 模型再好就只是模型 也没啥体验感的呀 这嘴欠的样子 也不怪胖我和小夫一样怪气的调侃 玻璃心的大熊回到家直接累奔 见这个有点不开心 虽然不是你造成的 但你能不能给我道个歉 非让小杜拉拿个能比得过小夫的玩具 一个铜锣烧就轻松把蓝胖给收买了 拿出铁路游戏套装 拿根粉笔让大熊画上铁轨 熊熊的执行力超强 在地上画的不亦乐乎 可干啥都没长劲 这不就是普通的国家家吗 吵着要罢工 看来一根粉笔是糊弄不了大熊了 又拿出一个板子 写上大熊站 再往地上一扔 瞬间体积膨胀 变成个真实的站台 又把电车模型放在画好的铁柜上 在Cosplay个司机 熊哥就是这条铁路上最亮的仔 大熊有模有样的开启了列车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这可是大熊梦寐以求的场景 横穿菜市场 路口还有专用的红绿灯 哇塞哇塞哇哇塞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给咱熊哥都整不好意思了 路过小夫家 还不忘逼一两声 小夫的仿真模型瞬间不详了 胖虎都秒变小谜地 小夫失宠 铁路到街尾夹然而止 可大熊还没当够司机的眼 干脆当把活雷锋 主要是为了亲爱的静香 在媳妇家设置站台 早上接他去学校 这么有趣的体验 香香自然愿意 胖虎作为铁路迷也追了过来 想要在自己的家 安装通往学校的站台 大熊使出嘲讽技能 胖虎拿出十本漫画作为交换 真是花了大价钱了呀 其他小伙伴闻讯赶来 都想坐电车一起去上学 有的给玩具 有的还要以身相许 大熊脑瓜一热 干脆来个小镇还线 出门就是站台 这不 礼物收了一把车 小多兰拦都不拦 拿人钱财给人办事 铁路从白天画到了晚上 晚风踩着云朵 月亮售卖快乐 在天亮前 完成了巨大的铁路建造 第一站就是媳妇家 虽然出现了一丢丢状况 但问题不大 静香贴心的给两人准备了爱心饭团 不愧是真爱 好人气呀 撸起袖子加油干 可大熊这车技 属实不咋地 站站迟到 还总错过站台 吉他班级的同学 也是闻讯而来蹭电车 关门全靠小多亚连推带挤 随着接的人越来越多 在车上呼吸都是一种罪过 爆站基本靠喊 来到胖虎站 虎子为了十足的体验感 特意做了铁路便当 臭豆腐炸榴莲 胖虎一上车 就是不一样啊 大熊为了缩短刚刚当务的时间 以二百麦的速度 驶向学校 虎子搅拌的时候有多享受 现在就有多狼狈 这拔丝的粘稠感 Nice 呼了小多拉一大脸 眼看就要到上课时间了 大熊家族玛丽 完美的错过了小夫家 一路火花大闪电 虽迟但到 还是学员迟到 这让大熊愧疚了一整天 为了弥补过错 这回也是进行了改良 列车也变成了两节车厢 男生和女生也是分开的 宽敞舒适 收到了一致好评 这时天空下起了雨 坐着大熊直达列车 吹着小风 甭提多舒服了 可高兴没多久 电车就停了下来 雨水冲掉了化好的铁轨 今天又是迟到的一天呢 猎猎猎 ねえなんで来ないの 僕ちゃんまた置いてけぼり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